一笔才竟在运通 人音有本无所据 数音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 我是任俊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呢 加卷股价指数 目前盘中下跌了将近40点 呈现一个量缩 然后下跌的一个格局 那居然是量缩下跌呢 现在台北股票市场 准备要进入一个盘整的区间 那对于这个回档呢 大家要不要觉得说 非常的担心 首先我们 我之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有预告一件事情 我说台北股票市场 接下来要进入盘整 因为现在的扣底值 准备要扣底最高值了 那如果说我现在遇到的成本 是比较贵的 所以我的指数 来到接近成本区间 一定会有一些 调节性的卖压出来 它会调节 但是重点是 它在调节的时候 均线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 现在的均线 它已经转为一条上扬的均线 所以即使它跌下来 它下方有什么东西 帮你撑着 有这一条月线 帮你做一个支撑 所以指数会在这里 做一个震荡整理之后 再来挑战这个高点 它再往上去做挑战新高 但是短期间之内 你不能用追加的方式 强势股拉回 你要站在买方 所以每一次BIOS 来到极度乐观的时候 我说你要小心 BIOS来到极度乐观 你要小心 但是来到极度悲观的时候 往往都是一个最好的买点 有没有 可是因为很多人喜欢去追涨 所以在这个地方去追的股票 来到这里你没有钱可以买的 同样的 昨天你如果去追股票的 那相对来讲 今天就算你看到美国指数大涨 它一样怎样 它一样是做了回档 那为什么台股会做回档 其实跟信心面比较有关系 昨天国安基金开会 我说10月份有惊喜 但是也有变数 那最大的变数就是这一个 国安基金它已经达成了阶段性的任务 所以它昨天决定要做一个退场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你也知道说 国安基金今年买的不多 从它进场到现在 护盘了207天 它才买了7亿而已 所以这个7亿的筹码 它把它丢出来 说真的一天两天就消耗完了 不会造成实质上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今天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做回档 是因为它代表的是4000多亿 将近5000亿的资金 它被冻结起来 它未来不会再做进场的动作 所以有一些所谓的市场上面的 这些比较保守的投资人 他一定会退场来去做光网 跟着国安基金一起退场去做光网 但是你要注意 下一个阶段回来的 就已经不是所谓的内资人 而是我们的外资 他准备要做回头的一个动作 那我为什么会预判外资会回来 最主要跟这一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 我说辉瑞疫苗的部分 有信心在10月中面试 他有信心10月的时候 他会出现 他会出来 所以辉瑞疫苗一旦上市之后 对于股市来讲 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励效果 我们不讲别的 我们光看昨天 有一家公司 他取得了辉瑞疫苗的代理权 对不对 今天怎样 直奔亮灯涨停板 直接一字马锁住 所以你说辉瑞疫苗到底会不会上市 你光看这个代理权的股价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说 其实这个上市的日期真的已经快要来了 他真的已经快要接近 所以为什么国安基金选择在这个时候去退场 他不会在7月的时候去退场 而是选择在10月的时候去做退场的动作 因为他知道说退场下来确实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信心面的问题 可是过了不久之后 就会有一个利多把信心面直接拉升上来 而这个利多就是所谓的疫苗的利多 疫苗一旦上市的时候 才是台北股票市场准备要进入大行情的开始 所以我说有先知先觉的人他看得到未来 看得到未来的人不会因为股市一天两天的涨跌而感到担心 甚至张忠谋董事长都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明年的经济会比今年还要来得更好 所以你根本不用害怕股市它今年就是一个高点 因为明年还会更高 明年的经济还会更好 所以我们台北股票市场里面 你还是要懂得去做逢低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但是节奏上面一定要把它掌握得非常清楚 今天指数会下来最主要跟一家公司有关系 2330的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收在小涨了0.21% 收在平盘附近 台积电它的涨跌跟什么有关 跟它的节奏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说其实每一次行情都处在一个极度悲观 跟一个极度乐观的区间 这里面来去做摆档 那懂得投资的人 他知道说什么时候来到极度悲观 他应该要买股票 什么时候来到极度乐观 他必须要把持股做一下减码 所以当昨天这个台积电 他来到BIOS新高的时候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说台积电你现在不要去做追加的动作 因为你从他的过去的这个BIOS指标来看 他是不是来到高点 上一次的高点在这里 你对照过来 高点是不是又已经进了 他又快来了 那你在这个地方你去做追加的动作 我说真的台积电现在的位置点上面 不会有让你有超额的报酬可以赚 所以每一次极度恐慌的时候 当大家都不要股票 每一个人都很害怕的时候 当你有这个指标 他告诉你说你不要担心 因为他已经过度悲观了 这个过度悲观的感觉 你有办法去克服 你敢在那个地方去买股票 你有没有钱可以赚 你有钱可以赚嘛 那所以呢你要怎么去克服人性 你要知道说每一档股票 他的节奏在哪边 所以你观看台积电 每一次来到极度悲观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当我来到极度悲观 后面就会有个极度乐观送给你 来到极度悲观 后面就有一个现在是不是创下 来到极度乐观的一个位置点上面 你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价差 从之前的398.5元到451块钱 这样子的价差52块 那你看上一次的低点在423块 这个是极度悲观的位置 到昨天为止到今天为止 来到460块钱 来到460块钱 这个价差也将近40块 差不多要40块 所以你能够掌握到每一次台积电 它在极度悲观跟极度乐观的位置 你掌握到它那个价差 你每一次的价差 这样锁起来 你等于赚了52块 一张而已 一张而已 这样子上来 你等于这个地方 你又赚了40块钱 所以你说台北股票市场 在大涨大跌的过程当中 你要怎么把获利锁出来 你要知道什么地方是买点 什么地方是卖点 每一次台积电 来到极度悲观的时候 当那个位置点上面 大家都不要台积电的时候 最好买的地方 那每一次大家都抢着去买台积电的时候 相对来讲就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我都说 操作一定要有公式跟方法 就算是台积电 这么一档全台湾最好的股票 你要懂得去把它的价差锁出来 你知道说 哪一个地方有极度悲观的买点 哪一个地方是极度乐观的卖点 你不要用追价的方式 你自然能够养到标股 你也能够赚到行情 就算是这种大牛股 它都能够让你变成一档标股不是吗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 你一定要懂的 第一个产业面的方向 为什么我选择台积电 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 就台积电的角度而言 今年它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明年还会持续的往上去做成长 那这么好的一家公司 这么优质的一家公司 你都不敢买了 那你要买什么 难道你要再去买国具吗 还是华星科 这个成长率 国具跟华星科 他们不管在整个竞争优势上面 跟台积电是没有办法比 完全没有办法比你的 可是你却愿意 把钱拿去投资在这方面 却不愿意把它放在台积电身上 因为你觉得这档股票不会动 因为你觉得 GIGOPEO又没有空间 又没有价差可以赚 可是当你知道说 我这个地方就是有 它就是有一个规则 它就是有一个规律 在做进行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把价差锁出来 所以你有必要去集集营 每次都在找什么股票会涨 把一档股票做好 把一档股票真的了解它 懂它 然后去运用它的规律 你自然能够获利 你自然能够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大钱 可是前提是 你要懂得仰镖股你要赚行情 买期涨不要去做追涨的动作 只要你懂得买期涨不要去做追涨 相对来讲 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受到的风险是最小的 你得到的获利却是最大的 很多人会叫你去追 当然昨天追太阳能 风力发电 但是我不晓得 你或许今天还有高点可以见 可是重点是 当你买错了位置 一样 这是昨天的强势股 真的很强 真的很厉害 可是昨天是最好的买点 当你的节奏是错的 就算是一档标股 你都可以把它做到错掉 你都会赔到钱 所以最好的方式 跟着我们的脚步来 仰标股赚行情 实际上关系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不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 甚至会盲目地跟担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 看不懂的线形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降法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 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映在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不是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巨宝盆 小资理财也会变得非常容易哦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2点半到1点 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加全股价指数的部分呢 目前小拉上来的哦 小跌了28点哦 成交量的部分预估量呢 还是在1800亿元哦 所以呢是一个量缩 一个整理的格局 那这个量缩整理的格局 我认为还是要等一下扣底值啊 当扣底值呢 未来准备要扣底下降区间的时候 其实回撤回来 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跟很好布局的时机哦 因为越军线它已经转为上扬了嘛 明后天开始扣底高值 它会一度的往下走 但是往下走完之后 扣底到最高值持续往下攻的时候 这个扣底值持续往下扣的时候 整理的均线又会从下弯再转为上扬 所以这两天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刚好配合事件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的走势 包括今天晚上 苹果它要发表最新的手机 那苹果呢 这次发表的iPhone 12 最大最大的一个改变啊 其实就是在它的这个5G连线的方面 那我们大家吵5G 吵了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了啦 每一个人都在讲5G多好多好多好 可是说真的 你如果没有一个应用的东西出来 其实对于整体的这个5G的使用的数量来讲 不会有大幅提升的一个效果 那4G之所以会如此的热络 是因为当年从iPhone开始推出4G手机 然后带动其他的手机厂商 全部一窝蜂的推出4G的手机的时候 那时候才开始带动整个4G的使用量大增 同样的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iPhone推出5G的手机啦 它推出5G手机之后 一旦大家发现到 从iPhone开始带动很多的应用程式的出来 包括车用的部分 包括物联网的部分 通通带出来之后 股价自然会往上去做反应 所以很多相关的5G个股 甚至有很多的电信商 它必须重新再做投资 它会持续的把这个资金 再往5G的宽屏设备 甚至有一些基地台的网路 开始去做布局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最近有一些个股 比如像2345的字邦 从底部开始打底出来之后 回到月线之上 开始在月线附近做整理 那像这种网通的题材 今年的获利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 有没有比它更好的 有没有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其实今年也是一样啊 它也是受到了5G题材的这个 关系出现了营收获利 大幅成长的一个走势 比如像这一档案例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 大盘跌下来的时候 其实它也是一样 跌破了月线的支撑 那我回档下来 连续走量缩整理 这两天开始出量了 这两天开始出量出来 而且MACD由负值转为正值 股价回到了均线之上 变成说我原本的压力开始转为支撑 而且我的均线开始往上走 那这家公司很特别 它是苹果 MAC的主要的这个 所谓的散热器的供应商 那未来啦 它会切入到MAC Air的部分 也就是说苹果 它准备要推出自己的那个 MAC电脑的部分 那它其中 它也做了5G相关的设备 甚至说有一些连接器的部分 它那个头它有在做 它也是由它在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家公司 其实它的获利开始出现一个大爆发性的成长 9月份的时候 光它9月份的营收 比去年成长了60% 涨了比去年成长60% 第二季EPS2.66元 对不对 这是合计的 因为你看光我的单季 今年第一季才赚0.2元 结果第二季暴增到2.47块钱 所以你光看到第三季 如果维持第二季的成长走势 甚至它比现在的营收 已经比去年还要成长了 比去年还要成长了 所以EPS会怎样 它会往上去做调升 它要创下历史新高 甚至说它要创下EPS新高 其实不会是太困难的事情 再加上我跟你讲的 如果iPhone出来之后 下一个它要出的 11月份它要推的 叫做苹果搭载自己晶片的MacBook Air 而且它是一款低价的平板电脑 低价的笔记型电脑 这个笔记型电脑一旦热卖 一旦热卖的话 它会带动整个散热器的需求 开始提升 包括就是说很多5G相关的物联网的部分 它也有做代工 所以它的营收获利还会持续往上去做增加 以它的本益比来看真的很便宜 现在的股价70块钱不到 你去计算一下 它今年的EPS 去年赚了3块半 今年的EPS 如果比去年还要来得更高 以它现在的股价不算太贵 它不算太贵 所以像类似这样子的公司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因为网通的需求 它才慢慢要开始而已 5G带动起来之后 苹果的iPhone 它这次改款的是5G 5G开始应用开始增加了 接下来网通的需求它就会带起来了 所以包括联电的一家转投资公司 这一家 这家转投资的公司 昨天出现大量的资金来去做布决的动作 量占比从800来到170 MACD刚从负值转为正值 突破缺口出来的 强势股拉回 今天没有回补缺口 所以机会是不是来了 机会是不是来了 以它的营收来看 9月份营收也是创新高 而且它最主要的获利的来源 都是在北美 北美也是这一次 苹果iPhone 它未来要出5G手机的时候 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 现在它跟北美的电信商合作 所以有一些专案 5G专案的这些订单开始进来了 它开始回来了 最主要是联电的转投资公司 过去这5年以来 其实它的获利EPS都在3块钱以上 它都在3块钱以上 所以是一家非常非常直优的公司 很好的一家公司 但是股价 因为过去一直都没有量的关系 没有人去炒作 所以股价一直都在低档这边做整理 可是整理到昨天为止开始出现大量资金 来去做进场布局的动作了 有人再买了 那有人再买 未来呢 当有人看到了它的好 看到了它的机会 股价回撤支撑缺口不补 机会呢 机会就来临了嘛 所以我们的操作一定要有公司要有方法 我们要先看得见未来 包括就是说台积电为什么会涨 因为我们看到了台积电未来有Intel的订单 这些订单一旦真的就是进到台积电的口袋里面 台积电真的是吃饱饱 好会吐 吃到会吐 吃到会吐你知道 所以台积电的基本面完全没有改变 但是基本面这么好的情况下 你要怎么去掌握它的节奏 同样的我刚刚讲的 这些个股基本面这么好的情况下 你要怎么去掌握它涨跌的节奏 强势股拉回要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每一档标的 它的tempo都不太一样 因为它关系的是背后这些操盘者 它的心态 它的想法 可是万变不离其中 我们的操作都是一样的 高手之间每一个人看到的 每一个人知道的操作的模式 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会影响到的是散户的心理 你怎么去克服人性 怎么去克服你的贪婪跟恐惧 这个就要有人来做一个带领的动作 有所本无所拒 无所本心才会慌 这个都是人性 真的人性的贪婪跟恐惧 真的很难改 包括了就是说我一直跟大家谈 下半年今年十月份有很多的变数 今年你看到的第一个变数 国安基金退场它已经发生了 但是有很多的惊喜 包括了苹果准备在明天凌晨的时候 就会看到苹果的心机出来 这个是一个大惊喜 包括了台积电的部分 准备要召开法售会 第三季的法售 9月份营收创下新高 所以它有没有机会 去调高它的资本支出 如果台积电要调高资本支出 对于这一些相关的设备厂 甚至它的供应链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利夺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调整 光你看到英特尔 未来要给台积电转单 当你看到了台积电 现在在南科疯狂的买地 在竹山也在建厂 甚至在台中的部分 它也准备要去做建厂的时候 你觉得它不调高资本支出行吗 你觉得这些厂买了之后 建好了之后 就放在那边给它养蚊子吗 当然也没可能 一定会有一些设备 天车 甚至说新的机台 要做进驻的动作 那有人早就已经先知道 先行做卡位了 所以我说三四一三的金顶 今天回到什么 月均线之上 那你看外资这几天 真的不离不弃疯狂的 在做买进的动作 为什么它可以买那么多 为什么它要买这么多 因为这家公司基本上 它的营收获利 都持续往上去做成长 再加上台积电 如果法说会公布出来 要调高资本支出 那很多的人后知后觉 他才会想去做切入 才会想去做布局 但是有人就先卡位 前面两次都已经告诉你 他要调高资本支出了 那第三次呢 那这次如果太帅调高资本支出 利多一出来 股价又要往上去做反应了 包括6196的樊宣也是 外资这段时间 一直在做买进的动作 一直到昨天为止 这一根爆量长黑出来 才做怎样 才做调节吧 那你看到BIOS新高 你有发现到 外资的做法也是一样 每一次来到BIOS高点的时候 他会先做调节的动作 回来再去做布局 什么都没有改变 赢家就是差在 那个买卖点的位置而已 所以包括了 这一家公司也是一样 长期的获利真的都非常的好 净值高达48块钱 股价现在50块不到 非常非常的便宜 那最近量能才刚开始出来而已 量占比从600来到300 MACD刚从负值转回正值 缺口出来 均线准备要转回上扬 所以呢 股价被低估 他未来还是要做反应的动作 应该要给他赋予他应该有的价值 那趁着这个市场上面 大家还没有发现的时候 赶快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仰镖骨 赚行情 买起掌 不要去做追掌的动作 可信派勒 你带我走 我们当座 来打拼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无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 甚至会盲目地跟担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看不懂的现行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将、法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应在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股市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聚宝盆 小资理财也会变得非常容易哦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专家咨询小组委员李炳云医师 武汉肺炎是透过非莫及接触传染 佩戴口罩能够有效降低传染风险 更是保护自己及家人最有效的方式 尤其在出入医疗院所时 请国人务必落实防疫措施 第一 请全程佩戴口罩避免飞沫传染 第二 使用过的口罩